自从国安基金宣布进场护盘 抬股瞬间乖乖抬头 但是股票还是那么难找 如果你还在苦恼 找不到便宜的公司 今天老牛又要继续介绍一档 便宜又正在成长的好公司 老牛知道不少人遇到便宜价 都会担心不敢存 如果你想要存到有未来性的公司 就要进一步了解公司未来产业的方向 今天老牛会一起教你们一招撇步 公司是不是真的便宜 如何了解公司的未来性 B 股息入葬 今日快讯默默又进化不少 下载就可以免费使用 从法说会 除全息 EPS调升 新增到 营收获利快讯 除全息通知 股息入账等等 打开APP后 点选左下角的小喇叭 可以看见专属自己的 今日快讯哦 当然要说到个股的今日快讯 记得先加入我的最爱 有这功能 你的消息会比新闻快又灵通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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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入正题之前 先来闲聊一下 这几天最大的新闻 牛仔裤大王 如新爆出财务危机 刚好也有记者来询问我 对如新的看法 说真的 以如新成立45年 上市48年的老字号来说 没道理老牛连一点印象都没有 依稀只记得 在2020年抢购口罩时 有看过出现在热门股上面 经过一些查资料才发现 连7年亏损 近6年发不出股利 原来如新真的不是我会碰的股票 投资大师的共同点 投资绩效的好坏 取决于如何控制风险 所以老牛以三个步骤 获利、股利跟消息 来检视个股 大家在投资时 也要懂得避开地雷股 进入正题 这次要和大家讨论的是 全球前三大感测CIS模组大厂 也就是亚太 CIS主要的应用 在多功能试误机 全球五大功能试误机的品牌 除了Canon是自制的 其余像HP、Epson、Sansung、Lexmark 都是亚太的客户 那这个产品会用在哪呢? 除了多功能试误机的机器 还有影像扫描器 影印机、传真机这类上面 近年新Type4的领域来到了 扫地机器人的感测以下模组 ATM验仓模组 甚至切入医疗模组产品 亚太目前在老牛的评分是78分 从评分的组成 我们可以看到 主要是因为成长力不足被扣分 今年联机营收年增率 -1.42% 营益率呈现衰退 去年是11.03% 今年是10.3亿% 看到这里 你一定在担心 衰退也还要看吗? 先继续看 老牛教你解读 今年大环境的景气不佳 所以会衰退是不是也合理 只要不是衰退的特别严重 老牛认为不用担心那么多 因为这些担忧 基本上都会先反映在股价上 6月的一开始就先下跌了 这种股票 最容易让你用较低的本益比 去买后面会大成长的公司 所以你们看到 本益比走势图 相对于过去的水准 目前位于偏低的区间 接下来 可以先从老牛关键指标 来确定这间公司的大方向 目前的股价52.1元 合理价67.8元 股价位阶便宜 最新本益比8.24倍 本益比位阶低估 预估现金值利率8.25% 值利率平价高 不过今年的6月底 已经除息了 现在仍在停息的路上 那么亚太有在赚钱吗? 这时候可以直接切入亚太的美股盈余 公司能够稳定 甚至成长幅度的赚钱 是每个人在选股时 都应该先确定的事情 不然当你挑到 默默衰退的公司 除了股价会下滑 就连股力都会越领越少 亚太目前成长4年 EPS从4.6元来到将近6元 成长幅度不大 但从过去到现在 趋势一直往上 是一间平稳发展的企业 亚太现在是不是合买 如果你都凭直觉 看股价便宜还是昂贵 就会很容易导致 几乎百分之百主观的猜测 那么你就很容易错估 所以多少才算便宜 还是说现在就很便宜 不用猜老牛教你怎么计算 马上来用老牛的 股力回本计算 来看看合理价是多少 股力回本估价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用未来股力 把公司过去成长幅度估算出来 详细的原理前面几集有用 星象、幽群、巨羊、樱花等 在前两集就做过不少示范 这边就不多说 直接来教大家 先看到股息政策 老牛会用2016年到2021年 2016年是发2.65元 2021年是发4.3元 算出来的年复合成长率是8.4% 从每股银云 你就可以知道 这间公司的银云成长 模式虽然不快 可是很稳 那么股力成长的幅度大致就会长这样 目前股价52.1元 预估股息4.3元 预估股息成长率8% 你就会知道股息在没有成长之下 你多快可以回本 如果亚太的股力一直成长 你在第九年就会回到零成本 如果股力不成长一直维持 大概13年才会零成本哦 但是别忘了股力再投入 所以甚至更快啦 这样就计算完了 有没有很简单 当然你也会得到便宜 合理 昂贵价 用股力回本回推 便宜价 合理价 昂贵价 就把从第一年到第八年 1到12年 1到16年 分别把股力加起来 就可以推估出 这间公司未来的便宜价 合理价 和昂贵价 以亚太来看 便宜价 46.94元 合理价 75.14元 昂贵价 105.65元 现在的股价 52.1元 算是在便宜价 高一点点 如果这间公司 长期稳健成长的话 那对老牛来说 多花些钱买到它 也是值得的 其实这个计算 并不难 如果你有工具 大概一分钟 就可以算出来了 只要多练习几次 你也能跟老牛一样快 这样以后 我们就是不断根据这个8%的数据 每季或每年追踪公司的状况 明年如果公布出来 股利成长率高于8% 那么恭喜你又离零成本进了一步 甚至还可以赚到价差 为什么呢 因为股价总有一天会被高盈于挥上去 那如果明年股利成长率低于8%呢 先不要紧张 你就要检视一下是什么原因 如果只是因为短期的利空可以加码 如果不是的话 再来考虑要不要换股 但是注意 股利是可以不断的推估 简单来说 股利就是每股盈于乘上配发率 每股盈于每季都会公布 也就是说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都会有每季赚多少钱 你只要观察每季的盈于有没有好好成长 每季检视成长状况和速度 其实是有来源可以预测的 有的人会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投入亚太的股价是58元呢 很简单 直接调整买进股价 这样你就可以算出58元的股价 可以多快零成本 假设算出来的股利成长率一样是8% 那未来实际的股利成长率一直是8% 甚至是更多 你就可以安心 零股利等回本了 最后 我们再来看一些数据 其实正暗藏着玄机 2021年 是不少公司处于高基期状态 市场上各式各样的因素 都让不少人转为保守谨慎看待 不过亚太导致在厂房和设备扩大投资 来到近10年新高 主要投入自动化的设备 虽然今年的1月和4月营收大减 但在3月的营收大增之下 今年和去年的第一季营收相仿 目前第一季已经达到前一个会计年度的29.47% 亚太在大陆申俊与缅甸厂共有两个生产基地 2021年总产量3800万套 年增18%左右 在年报的产量产能就可以知道 其实亚太的产能一直处于满载状态 公司也表示申俊厂年产能2280万套 缅甸厂1560万套 今年有望总产能挑战4000万套 不过也同步说明成长放缓的迹象 市场不确信的因素太多 公司总会保留保守的立场 对老牛来说 亚太是一间年年获利成长的优质企业 尽管去年的基期已高 但公司也喊出 今年的总产量有机会达到4000万套 这样可以解读成长虽然放缓 但依旧在成长轨道上 加上第一季的获利也达到去年三成左右 所以老牛就不是那么担心 老牛这一集教大家不少数据分析 希望透过动脑的方式 让你们更了解如何解析 千万不要拆股价 如果你只是看看K线图 嗯好像可以 老牛拜托你 一定要学会鼓励回本估算工具 邦尼的浅钱 寿命再延长多一些 好啦不少人都来敲碗 又分析好久没有优惠 这次老牛拗到 大家要好好把握 结账优惠码输入 WB73Q 年方案限责1200元 只要6790元 加码送APP权限哦 在这个大盘不稳定时期 你最需要的是建成手中持股 大家不要忘记 电脑版的功能真的很多 一定要记得进去看看 买完电脑版要登录APP 电脑版怎么登APP也是怎么登录 锁定老牛粉丝专页 欢迎大家加入骨骸老牛报警小腹社团 和我们一起讨论 你选出哪些好股票哦 今天老牛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 记得到骨骸老牛APP中 领取七折终身优惠 骨骸老牛APP 让你了解公司的营运模式 深入分析财务绩效 看完影片 请你记得按赞、订阅与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次上新影片的时候 就会推送到你的手机里咯 如果错过新影片也没关系 只要到老牛的频道中 就可以看到我的所有影片 下次想听哪一档股票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老牛 骨骸老牛带你挑便宜股 报警公司大趋势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